我們把手機 整合關機 它到底可不可以用呢? Mask Game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Ellen 我是如如 我們上次有拍一集關於這個優遊婦 對 對,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 包括就是說 啊,我一定要用優婦嗎? 優婦呢,還要開機很麻煩 對 那我中間還用了這個Samsung Pay 對,可是Samsung手機我後來沒有用了嘛 所以我就去辦了一張 也不是辦了一張 我在網路上買了一張這種 這好幾年前就有的技術 就是在網路上買了一張這種卡片 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優遊卡 它是優遊卡 對,把它改裝 就把優遊卡裡面的那個線圈 整個拿出來之後呢 再把它用這個護背 然後它賣這一張 我跟你說 現在有一種是SIM卡加優遊卡 結合在一起的 好,上次我們拍那個優惡婦啊 就有人在講說 好像用SIM卡就可以用 對,沒錯 現在有台灣大哥大 東華電信 遠傳跟亞太四大門號 好,所以台灣之星沒有? 沒有 那你用哪一家? 我用遠傳 我中也有 我中也有 可是iPhone沒辦法用 對,iPhone不能用 就聽說它只要搭配有NFC手機的功能 然後你去換那個SIM卡就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想要來帶大家體驗一下 我們去中華電信 因為我的這個是中華電信 我們今天就先試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附近就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辦 好不好 走 沒問題,走 欸,我們剛剛是坐計程車來 雖然說計程車可以用優惡卡 付款已經很久很久了 對 但剛剛是我這輩子第一次 用那個優惡卡付錢 我剛剛手機直接跟人家逼 我從來沒用過 因為大部分還是習慣付現金 然後有時候會有計程車的司機 不太希望你用優惡卡 或者是用信用卡 因為他們要抽手續費 對,然後這邊是中華電信 我們去搬 走走走 我要問一下那個 現在中華電信是可以辦那個 優惡卡加SIM卡是不是 優惡卡加SIM卡 你們說有那個 對對對 對對對 有那個是NFC 對對對 那是您的手機PCR有NFC的感覺 有有有有 我們想要測試一下 測試那個NFC 測試 測試 你說你要測我的測試 因為我說您是想要測試那個方便 我要測試 你知道我是誰啊 沒有 我剛剛不是有跟我講一下 喔 這樣子還是被刪出來 他這個服務已經多久了 好像有一兩年以上了 超過了 超過兩年以上 但是好像很少人用 你本身已經是這種卡 是嗎 我本身也是這個卡 那時候我幫你畫一張卡片 但是沒有幫你開通那個 他沒幫我開通 那我要怎麼樣開通 現在要下載一個程式 要下載程式 要下載程式 好啊 我現在我就是要來 我這次專程來就是要開通這個 好 我們剛剛已經開通完了 所以其實我的卡片 早就已經有這個 功能 對啊 沒有開通啊 那可能之前我在辦的時候 櫃檯人員有跟我講 我沒有仔細在聽啦 他要用的時候要先下載 阿咪Pay 再透過阿咪Pay去安裝那個 UO卡的這個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用 所以我們先回去 等到可以開通的時候 我們再繼續拍體驗給大家看 走 嗨 各位朋友們早安 現在是第二天啦 那昨天回去之後呢 悠遊卡的這個部分呢 就已經完成 但是呢 在你如果要使用U-Bike的話 你還是要先 U-Bike在機器這個地方註冊喔 譬如說你要先會員登錄 然後在你的會員裡面 再登錄這一張 你的SIM卡的悠遊卡 然後輸入帳號跟密碼 OK好 現在 進來囉 那我們要新增一張卡片 新增一張卡片 新增卡片 然後用靠卡感應 然後悠遊卡 好 新增成功了 馬上完成 喔 所以我的感應在下面這個地方 在比較下面的地方 OK 那我們現在感應好了 但是呢 我裡面還沒有錢 所以呢 我們要去這個儲值 好 我剛剛儲值完了 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就是 我的手機是有裝殼的 那裝殼的時候呢 可能感應啊 就會有點不靈敏 不過這個 跟它的機器呢 每一個櫃台 收銀員的機器呢 它的感應的線圈 可能也有關心 因為有一些地方 我裝上殼是可以感應的 有些地方是沒辦法 那像現在我已經 加支好了 然後呢 卡片也註冊 我們來試試看 可不可以租這個UBIKE 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把手機 整個關機 關機喔 不是只有關螢幕喔 它到底可不可以用呢 還感應 欸 可以耶 你看金額 1945 因為我剛剛除了2000 買你杯咖啡 1945 欸 我手機現在整個是關機的 OK 現在才開機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很有可能 手機如果完全沒電 也是可以用的 現在開機了齁 我們再試一次 我們把螢幕關掉 那我們看能不能 能不能租借喔 欸 也是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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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歸還 OK 嗨 各位朋友們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捷運站 好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SIM卡結合優卡 然後裝在手機裡面 第一次要用手機直接進站 我們看一下我現在手機 在沒有開螢幕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直接刷卡進站 看會不會完成喔 喔 過了 看到了嗎 成功耶 太方便了 真的太方便了 太棒了 我應該有七八年沒有坐海鐵的火車了 舉光號 自強號 很懷念 那這是售票 以前早期售票的都是 贊務人員在售票 然後排隊 現在 電子售票以前就有 但是現在已經有了進步 這個已經好幾年了啦 只是因為我好幾年沒有來坐 台鐵了 其實對台鐵真的非常 懷念 有點火車便當 對,我要租入馬福寶加單 我用手機給他結帳 刷幼幼卡 用幼幼卡 可以啊 你要坐那麼 好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你那個沒有 不用啊 我不用開機就可以刷了 刷不到嗎 還是 還是不行啊 那你用這一張 好那你用這一張 這是什麼 那是幼幼卡 這張也是刷不到耶 那是你們機器有問題 我早上買東西都還在用 好 那不然我給你現金好了啦 對啊 這樣子 都刷不到 兩張 我找專門來刷 他的手機 他的手機跟這張電套 我都反應不到 所以我 那那那 對不起喔 這一個是 你幫我到前面好了 我幫你處理 前面的可以刷是不是 我試看看 因為這個不行的話 我到前面幫你試看看 謝謝你 好 輸入滿福寶家 但不要輸給你大杯拿鐵 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要刷的是 用手機刷 有卡 有卡 這是有卡 這個要輸入 那個 不用不用 他不用他直接刷 對他不用開機就可以 有 可以 好 那還有要另外一個什麼卡片是 沒有沒有已經可以了 好的好的 等等一下 好 這也是機器的問題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連線 好謝謝你 謝謝謝謝 掰掰 OK 所以各位看到了嗎 就是你手機不用開機 直接拿給他 他就幫你刷了 然後呢 就結帳了 所以很方便喔 OK 各位朋友們 經過兩天的測試呢 我們完成了 好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做個總結 如果你像我一樣 出門常常忘記帶油卡 有三種方式呢 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第一個 就是之前我們跟他講的 Samsung Pay 但條件你一定要用三星的手機 不過三星的手機呢 他並不是每一款都可以用 Samsung Pay搭配 悠遊卡 你要看 Samsung Pay裡面搭配 悠遊卡 目前最新的可以支援到 哪一款手機 像之前的S20 S20 Plus S20 Ultra 還有 聽說新的Z Fleet也會有 那其他中階款式有沒有 你一定要查 查完之後呢 決定要不要買這款手機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像我 在這個網路上面 買這種人家改裝的 UO卡的晶片 那他直接是把線圈呢 弄出來 然後再加上這個 護背 護背完之後 你可以放在這個 手機的背面 然後呢 再裝上手機殼 這個是一個方法 但是呢 因為他有時候 會跟你的電池呢 會互相干擾 所以你可能要 放的位置要正確 有時候還是會有重疊到 有時候還是會感應不到 甚至要把手機給拔下來 第三個方法 就是今天我們為大家 介紹的這款 就是你直接去電信公司 然後呢 跟他申請一張 SIM卡 可以搭配UO卡 那後來 我們今天去申請之後 才知道原來其實 不是只有搭UO卡 他有一卡通 跟 iCache 這三個 所以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這樣子手機呢 就是真正擁有這個 UO卡的功能 所以你不一定要買 三星的手機 也可以使用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手機直接關機 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你手機如果沒電的話 直接B卡 是可以過卡 可以買東西的 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像我這樣子 以後出門就不用帶UO卡 而且呢 我家子全部都在裡面 那今天為大家 體驗到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去慢慢看 雖然這個 已經很久一段時間 但是 好像還是很多人 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今天為大家做一次體驗 那今天影片到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把這支影片分享 給不知道的朋友們 讓他們趕快去辦 下次見 各位 拜拜